走进皮斯堡软件工程师基斯贝尔的地下室,就像走进了一台时光机 笨重的电脑屏幕,长套的光盘驱动器 过去几十年里,这些都在别人的家里积满了灰尘 这些电脑常常很简洁,这在现代电脑中已经看不到了 卡内基梅隆大学电脑俱乐部的同事把贝尔称作是阿米加大师 也就是科莫多尔电脑公司生产的阿米加电脑 没听说过,让我们回到1985年 当时,科莫多尔出品的阿米加是最新最好的电脑 从YouTube上这段视频可以看到 科莫多尔公司为了在阿米加发布会上造声势 聘请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来展示电脑的功能 其中有一个绘画版,而另外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产品是数码相机 他拍了一下数码相片,然后进行修改 在这之前,人们想都没有想过数码摄影 这是公众所能看到的沃霍尔的所有数码作品 1987年沃霍尔去世之后 这部电脑和软盘存放在沃霍尔博物馆的档案室里 而沃霍尔在阿米加电脑上的尝试也几乎到此为止了 那些绘画可能从此丢失了 海弗利正在制作系列纪录片《看不见的摄影》 他无意中在YouTube上看到1985年阿米加发布会的录像 从中获得了灵感 把卡内基艺术博物馆、沃霍尔博物馆 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电脑俱乐部结合起来 以此挖掘沃霍尔在阿米加电脑上的创作 没有人知道我们会从这些软盘里找到什么 贝尔说 他的团队花了很多时间才搞清楚这些影像是用什么软件创作的 这台电脑不仅依赖数码媒体 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使用可以读取的数码数据的软件 经过了一段逆向工程尝试之后 贝尔的团队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们在这张软盘里发现了二十多张图像 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金宝罐头数码图像 以及沃霍尔的自画像 海弗利说 搜索沃霍尔图像的尝试既是一堂历史课 同时也具有景致意义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技术就会变得过时 很多非常宝贵的照片和图像就无法被人们看到了 这些沃霍尔的图像现在已经被修复并保存 卡内基艺术博物馆系列纪录片 看不见的摄影最新一集 包括了这些图像 人们可以在网上浏览 这集系列片的标题是陷阱 美国之音法拉报匹兹宝报道 2-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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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